同学们大家好 上一节课我们就实现了编写测试用力 来测试我们前面所实现的线程词 那么在前面我们所运行的任务都是非常简单的任务 我们也不需要从这个任务里面去取结果 那么如果我们需要这个任务返回一些结果怎么办呢 那么因为这个任务它是一步的去执行的 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任务什么时候处理完成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任务怎么的返回这个结果 因此我们在这一节课就来实现这个一步任务处理 Async Task 那么通过这一节课的实现 我们就可以解决怎么样从这个一步任务里面取出结果 并且我们能够知道这个任务什么时候执行完 那么我们不知道我们提交给这个线程词的任务 它什么时候执行完成 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个任务什么时候会被这个线程词所执行 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任务它什么时候真正的执行完成 因此呢我们就需要实现一些新的机制 来保证我们用户可以知道这个任务什么时候执行完成 怎么实现呢 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给这个任务添加一个标记 那么等待这个任务完成之后呢 我们则标记为已完成 那么任务完成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直接的获取这个任务的结果 那么如果这个任务没有完成的话 那么如果有用户或者是有线程需要去获取这个任务的结果的话 那么我们将阻塞当前需要获取这个任务结果的线程 那么这一切呢都是需要通过一些线程同步的变量去实现的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使用这个条件变量来实现这里面的工作 好的了解了这么个基础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来实现这个AsyncTask 那么实现这个AsyncTask呢 主要有两个函数 是需要实现的 那么第一个是设置运行结果 SetResult 也就是表示我们的这个任务实现完成了 接着呢还有这个获取运行结果 GetResult 也就是说我们外部线程通过获取这个运行结果呢 我们就知道这个AsyncTask它已经执行完成了 来到Pachamai第一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打开这个Task.py这个文件 那么在之前我们在这里面已经实现了一个基本的任务对象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再实现一个类 ClaskAsync 那么这个一部任务呢 它是继承于我们的基本任务对象的 那么刚才也说了 主要有两个方法 主要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SetResult 第二个呢是GetResult 除此以外 我们还有一个过程函数是需要实现的 Init 那么它的参数呢 和我们的基本任务对象一样的 在这里面我们需要一个属性 Self 点Result 来保存我们的这个任务对象的执行的结果 那么默认呢 它是NUN 然后呢 我们还需要一个团阶变量 它是通过这个Fullet 这个标准库去取到这个Condition的 那么之后呢 我们还需要调用Fullet的过程函数 好的 那么这个就是过程函数 这里面重要的是两个属性 Result 这个保存结果的一个属性 以及条件变量Condition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实现这个SetResult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呢 它是用于设置运行结果的 那么这个函数 它需要有个参数 Result 在这里面 我们直接的这样子 Self.Result 等于这个Result 行不行 那么这样子 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我们这个AsyncTask呢 它可能有多个线程在调用 因此呢 我们一定需要使用到我们的条件面量 去保护这里面的一些状态 所以我们在设置之前呢 我们首先对这个条件面量进行枷锁 Self.Condition.Acquire 然后呢 我们才是把这个Result的属性 付给我们的Self.Result 然后呢 我们再进行这个Notify 以通知一些可能在等待这个任务结束的线程 最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Condition给Release 那么这样子呢 才是一个线程安全的设置运行结果的一个过程 接下来我们再来实现这个GetResult这个方法 你这个方法呢 是获取任务结果 那么这个方法呢 主要是给外部的一些线程所调用的 那么在这个函数里面呢 我们首先 也是需要对这个Condition进行一个加锁 然后呢 我们先判断 Self.Result 是否有结果了 那么如果有的话 我们直接 获取到这个结果 并且解锁 那么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需要等待了 等待的话 我们是通过 它就变量了这个Weight的方法 Self.Condition.Weight 那么这里面呢 如果没有结果的话 那就说明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等待 那么这个等待呢 其实就是等待前面的这个SetResult 这里面的Notify的 因为呢 这里面等待 如果在等待过程当中 这里面任务完成了 然后呢 它就会调用这个函数 通知这里面可能等待的线程 所以呢 在这里面我们的设置运行结果 以及获取任务结果呢 都是通过这个Condition 来进行通信的 最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Result返回 ReturnResult 好的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实现了这个AsyncTask 那么实现了这个 一部任务对象之后呢 我们对我们的线程 也需要进行一些改进 在前面 我们在这个Pool.py里面呢 就实现了这个任务处理线程 在这个Run方法里面 我们已经对这个Task进行执行了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还需要进行一些改进 就是我们需要判断 我们当前所制的任务 是否为这个 刚才我们所实现的AsyncTask 那么如果是的话 我们需要把这个结果 通过SetResult的这个函数 配置到我们的任务里面去 If Is Instance Task AsyncTask 如果这个任务是这个一部任务的话 那么我们就需要把这个Result 通过SetResult这个方法 给配置到我们的Task里面的属性里面去 那么这个呢 是需要改进的地方 这个AsyncTask 我们在前面需要引进来 好的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对这个任务处理线程进行了一些改进 接下来我们来到Task.py这个文件 在这个文件里面呢 我们进行一些出示 我们先定义一个函数 DefineTask AsyncTask 那么出示的过程呢 和前面的这个Task呢 是类似的 我们也需要出示画一个线程词 然后生成一系列任务 然后再往这个现成写里面 提下任务去执行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的把这些代码给拷费下来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是生成一系列的任务 这里面我们生成十个任务 然后呢 就这里面我们 AsyncTask 等于这个Task.AsyncTask 那么这个处理函数呢 我们暂时先不传递进来 第三步 我们往这个现成词里面 去提交任务执行 TaskPool.put AsyncTask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也把这个 需要处理的逻辑给实现一下 那么这里面我们求一些值 求1加到100的值 求1加到100的值 接着我们把这个函数 传递到我们的AsyncTask里面去 然后呢 我们尝试从这个AsyncTask里面 获取结果 Result等于AsyncTask.GetResult 我们再把这个结果打印出来 好的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是否可以正确的运行 跑起来 我们确实是可以获取到这个结果的 并且它们的结果都是4950 那么这样子呢 初步的可以判定我们的这个AsyncTask 它是可以获取到我们的任务的结果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进行更加详细的测试 我们需要判断我们的等待 是否是有真正的等待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编写第二个测试用力 TestAsyncTask 在这个测试用力里面呢 我们需要测试 是否可以真正的等待 也就是说在这里面 我们需要测试我们的GetResult 是否有真正的等待 并且能够被这个SetResult所通知 那么在这里面 实现的逻辑也是类似的 我们把上面的实现给拷配下来 这里面我们需要进行一些改造 就是对这个AsyncProcess进行改造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计算结果完成了之后呢 我们slip1秒 那么这里面slip1秒 表示说我们的这个任务 处理了1秒 但是呢 在下面呢 我们是直接的去获取这个结果的 那么在获取的时候 如果没有直接的返回 那么就说明我们已经有等待了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先printgetResult 在这里呢 我们也把这个调用之前的时间 以及调用之后的时间都打印出来 这个是调用之前的时间 我们调用之后的时间呢 在这里面我们先执行一个任务 我们看一下 我们重点是来看一下 任务AsyncTask是否有真正的在等待 我们通过这个时间呢 我们就可以判断是否有等待 执行 哦 下面的这个 我们也需要改一下 执行之前是这个857 那么执行之后呢 它的时间戳就变成858了 说明在其中之间呢 我们等待了一秒 我们再把这个slip 给长一些 再看一下 执行 看到没有 这里面时间戳的 线差的值呢 是5秒 也就是说 在这个getResult里面 确实等待了5秒 并且呢 在这个等待5秒之后呢 这里面就完成了这个任务的操作 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 这里面的逻辑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首先是put 然后就进行这个getResult的等待 那么在这里面 因为我们等待的时候 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 所以呢 它实际上会阻塞在这个wait这里面 5秒之后呢 这个任务就完成了 那么任务完成之后呢 它就通过这个setResult Notify 通知了我们test这个主线程的等待 因此呢 5秒之后就返回了这个结果 说明我们的等待是可以正常的运行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编写 第三个测试用力 那么这个测试用力呢 是用于测试 是否没有等待的情况下面 也可以正常的去获取到这个结果 实现的逻辑呢 是类似的 所以我们直接拷费下来 把它命名为test3 这里面我们测试 没有等待是否 也可以正常获取结果 这里面呢 我们就把这个asyncProcess的sleep给去掉 在下面呢 我们getRain上之前呢 我们在sleep5秒 因为5秒的时间 前面的这个处理肯定是完成的了 所以这个时候getResult实际上是不会等待的 那么我们就是要测试 没有等待的情况下面 是否可以正常的获取结果 好的 我们把这个test3 我们再次运行看一下 好的 结果已经出来了 那么在这里面呢 时间戳相差也是5秒 但是呢 这5秒并不是我们任务处理的时间 而是我们在getRain上前所处理的时间 那么看到正常的结果 说明我们这个测试没有等待 也是可以正常的获取结果的 那么对于这个asyncTask 实际上我们在提交了任务之后呢 我们的主线程可能会执行一些别的非常复杂的逻辑 就比如说在这里面我们不是sleep 而是转而去处理别的逻辑 那么通过我们前面把这个任务提交给现成词去执行 然后呢我们去处理别的逻辑 等到某一个时刻 我们需要这个结果了 我们再把这个结果给取出来 那么这样子呢 就实现了我们任务的一个一步处理 在这里面我们把任务提交给现成词之后呢 我就可以不管了 等到我需要这个结果的时候 我再把这个结果给取出来 那么这样子呢 就可以让我们的主线程 以及我们所需要的一些任务 可以并行的去运行 以提高我们系统的运行的效率 那么这个呢 就是本杰克所实现的AsyncTask 它真正的一个意义 好的 回到PPT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实现了这个AsyncTask 在这里面我们主要是实现了两个函数 SetResult以及GetResult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是通过这个调节变量来进行这个通知的 那么这个AsyncTask 它处理的过程呢 在实际的生产环境当中 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我们在进行一些异步编程的时候呢 经常会使用到这里面 我们所实现的这个AsyncTask 因此同学们下来之后呢 一定要自己手动的去实现一遍 了解这个AsyncTask 异步任务它底层的实现的原理 那么在这里 可能是同学对Python比较理解的 最后有疑问 Python不是有这个GIL锁吗 有这个GIL锁 就导致Python这个多线程 不是伪多线程吗 那么在这里面 为什么还使用这个Python的多线程 去实现这个一步任务处理呢 那么在这里呢 说两点 第一点呢 就是同学们可以不纠结 这里面的Python的GIL锁 以及多线程 在这里面我们重点是 需要了解这里面底层的 AsyncTask的原理 第二点呢 就是这个GIL锁 虽然呢 有它的局限性 但是呢 并不代表Python的多线程 是一无是处的 我们在很多的一些场景呢 还是会使用到这个Python的多线程 比如说处理一些Io任务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会使用到这里面的多线程的 所以在这里面 同学们对Python不再了解的话 不用纠结这个问题 我们重点的还是回归到我们的底层的这个AsyncTask的实现 那么了解了这个Io任务处理的实现呢 同学们如果有兴趣的话 下来呢 也可以进行阅读各种语言所提供的Io功能的底层原码 比如说Java的 比如说JS的等等的 都可以去阅读 然后呢 再理解其中的原理 然后对比这其中的同以及不同 来提升自己的一些技能 好的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